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兵团三个团不妨在日军进攻正面 严阵以待在11.5公里防线上准备阻击 1938年3月3日 汤头之战随之打响 日军担任主攻的是 宛元师团版本顺旅团 日军的惯用招式 是先用猛烈炮火集袭 然后开动坦克 坦克后跟随步兵冲锋 唐炳军当即组织了50多个冩死队 用极数手榴弹先消灭坦克 然后各部队用各种火力消灭坦克 后面的鬼子步兵 不多久 鬼子的乌龟壳瘫的瘫 退了退 唐炳军一声令下 士兵冲出战壕 与鬼子进行肉活 日军被击毙了七八百人 坦克也会炸毁多量 这时候师团长百人电话询问 版本顺 版本君 你的雄狮已经突破唐军防线了吗 版本顺 哭散着脸回答 敌人的火力太猛 我们还没有突破敌人的防线 什么 饭桶正面攻不动 难道不能从其他方向开刀吗 百人争四郎气冲冲甩了电话 下午日军开始声东西西 为了欺骗庞炳薰 日军故意派出闲置的摩托化分队 进行大规模洋斗 由西线向东线转移 日本人从汤头撤退了 鬼子全部向东线的刘家武服集结 日军这出戏演得太逼真了 竟然把庞炳薰捕住了 庞炳薰急忙把汤头的大部分兵力调往东线 版本瞬间庞炳薰上钩了 变成是发动总攻 很快就突破了西线 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二十多公里 直到这时 庞炳薰才发现上当了 三月四日 日军的增援部队 由台北公路输送到汤头一线 版本瞬准备多点突破 一举攻袭庞炳薰的防险 阵地危在旦夕 关键时候 到天帮忙了 对庞炳薰的守军可谓天公作美 突 燃下起了大雨 而且这场春雨一连下了两天 道路泥泞 日军的坦克冲击 只能忘语心叹 瞧了 弟兄们 明天我给你们演一段过五官斩六将 三月五日 日军的坦克进不得 退不得 步兵成了火把子 庞炳薰看到时机到了 立即下令 弟兄们 给我冲出战壕 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西北军出身的庞炳薰 不管就膳使大刀 一阵又一阵的搏杀 竟然收复了汤头以南所有的丢掉的阵地 让气势汹汹的百元师团 后撤了三十多公里 任何时候的搏异 都是在变化中此消彼长 庞炳薰部武器简陋 百元师团装备精良 但是异常偶然的春雨 抵消了日军装备优势 也给了庞炳薰反击制胜的良机 有勇 有谋 还要将天时地利最大限度为几作用 这样 才会百战不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